爱情来了 欺负来了 婚姻来了 房子来了 老娘家来了 婚姻来了 压力来了 烦恼来了 账户家来了 应该要来的或婚应该要来的 是我的或不是我的 做的又等偏偏不来 害怕什么什么就来 爱情来了 欺负来了 婚姻来了 房子来了 大款来了 热花来了 压力来了 烦恼来了 要来的全都会来 想要的不想要的 没有预告说来就来 不想明天明天就来 来的风不盛放 让人乱了主张 那些我所恐慌 终日我就为他奔马 看起彷徨 努力隐藏之下 欲醒之下 退让 热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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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从此跌倒 我的耳朵听见游戏在唱 对我说你不要忘 来 你想要他来的他偏偏不来 他对你不理不睬 把你搞得不明不白 有些无奈 但我们没办法主宰 到底什么会来 有何时会离开 有一些事情他说来就来 有说白就白 过去了发现的那些再来过的现在还在 不在 想要不得到的没来 他还要等多久他快 不快 无法遇见的未来 怎么会来 不在 想要不得到的 心态世界多大 我也有不得了 别护士我抵抗 我的眼睛看着肩膀 心里却没有花响 我也有不得了 别护士我抵抗 我都觉得发现的大街的来过的现在还在 不在 想要不得到的 我相信我也不会忘 你把你那鸡划书拿来烫着吧 你把你那鸡划书拿来烫着吧 好项目你等什么呀 好碗菜都凉了 这不是以前俩钱的事吗 我跟你说这事就想成的话 做个抵押更好 房子什么 你甭逗了 房子我就一套房子 万一亏了我睡街上啊 我还有老婆和妈呢 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啊 你那个房子写的是你的名 还是你老婆 还是你们俩啊 名字倒是我自己的名字 关键是 这不就结了吗 我那房子写的也是我的名字 吴小龙 吴小龙 叫你呢 等等我 坤姐 爸 今天爸亲的去都好了 你想吃什么 我们还一起吃吗 不是 他不跟你们一块吃了 今儿我请我闺女吃饭 你们去吧 吴小龙再见 他刚才叫你什么 吴小龙 你怎么把老子姓给改了 不是我改的 是我妈改的 你妈 你妈太王八蛋了 你是我女儿 她凭什么改姓啊 你又不养我 我怎么不养你了 我偷看过你和我妈的离婚协议书了 你就没出过 不养费 是这么回事 你妈欠我钱 她要把钱还了我 我能不养你吗 再说了 你看看 现在是你妈过得好 还是我过得好 不是 你得理解我 你妈现在怎么样 她挺好的 她挺漂亮时髦的 你都上哪儿去了 你不管我了 你怎么也不回来呀你 你瞧瞧你这张脸 这么板着 我 我还没死呢 你这个 妈 我去看你孙女了 你看她干吗 白养 早把我们给忘了 陆明月把你孙女的姓给改了 什么 你说什么 妈 妈 您别着急 您别着急 她 她怎么能把姓改了呢 你这个没出息的 你怎么搞的你啊 妈 您放心 我让她怎么改了 再给我改回来 那还怎么改回来呀你 我和陆明月复婚 你的脑袋让门筐给挤了 你不知道 现在陆明月混得可好了 怎么好啊 听说是在一个酒吧里边调酒呢 那还不是一个服务员 妈 您不懂 这调酒时比服务员可是挣得多多了 所以我让她怎么挣得再怎么吐出来 来 走 来 走 阿露姐 妈妈 喝点什么 果汁 行 果汁 你呢 我 你酒条怎么样了 我 表演一个呗 就那种 那种杂技那种 那叫花式调酒 太难了 就别搞我了 来个最简单的吧 来 我听说你在为了练习调酒 整天晚上给喝得最兴兴的 问了就喝两口 我可没喝公家的酒啊 那就调一看 你看 这明月姐 心情一好啊 这人的人状态就不一样了 真是啊 有点烧米的话 是吗 嗯 女人呢 就得有自己的事情做 还是得出去工作 不能老在家里待着 怎么着想工作了 嗯 俩生了孩子 不吃 你的 果汁 谢谢 你的 好漂亮啊 太标准 很漂亮 像回事啊 是 是 尝尝 好好享受 你们俩现在的时光吧 以后有孩子 就可没这么休闲了 对了 赵姨恋爱了 和一个叫老林的小老头 进展得还挺顺利的 是啊 谁恋爱了 赵姨 赵姨 你说有几个赵姨 你妈呀 我妈恋爱了 对呀 其实老林挺好的 人正直善良 爱干净 和你妈呀 挺合适的 不是 丈母娘真行啊 一点疯都没透过 是吗 嘴真言 看来我得准备红包的啊 加丈母娘了 少胡说八道 是你们哪 闻着香味过来的 妈 带什么东西啊 妈妈 给妈妈看看肚子 又大了 想想要再过半年 我就要做外婆了 我这高兴的呀 以后这孩子啊 生下来不管像谁都好看 像我们家漫漫眼睛大 像刘伯那个子高 真好 那个我给你们拿西瓜啊 妈 要我帮忙吗 不用 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有什么呀 丈母娘看你去 越看越欢喜 妈 那个 问您一事 我们俩也是道听途说啊 听说最近老小姨老帅哥 在我们家房前屋后转悠 没什么危险吧 什么老帅哥 就是您胡说什么呀 不是我替咱妈安全着想 就说有一位老帅哥挺帅的 一个挺有风度老头 瞎说八道的在这儿 没有 好 小赵 在哪儿 你看叶子都黄了 我给你换了一盘 你看花孤都得开了 我跟你说 今天那个我今天吧 女儿女婿全都来了 好好好 这家家里人多 妈 女婿在家 谁啊 妈来 帅帅 那个啊 我女婿 老林 老爷您好 您好 您好您好 您去喝杯茶吧要么 我还有点事 您妈我先走了 别去呀 进去喝杯茶吧要么 行了 刘哥进去吃饭吧 妈妈妈 谁啊 谁啊 那 老乡 老乡啊 老乡好 你干吗呀 你平不平啊你 就是老乡吗 我 我怎么了 你大美小都在这儿 老乡好啊 干吗呀 我讨厌 我妈脸皮薄 老 老乡好 今天上午又有两辆车登记改装了 是啊 还有一辆是握着握 不错 最多也就这二十万吧 多少 二十万 不少啊 走 别干了 我带你去看看地方 走 哪儿去 走走走 你干活呢你 你甭干了 走走走 去了你就知道了 走走走 快快快 快点 快点 怎么样这地儿 行 不错啊 行 我跟你说啊 我想开一个江湖店 就这个能开公爵几个 但是咱开全能级的 什么车都能干 真的 咱那地儿啊 太小了 而且啊 位置也不行了 你知道吗 这这么大地儿 这多少钱啊 你这租金很贵吧 不贵啊 这一年也就十几万 我跟那房东班认识 到时候人家还能给便宜 根据是怎么能挣钱啊 这一年怎么着不弄个 几十万一百万呢 当时咱四六分成 对啊 好 好是好 关键是 咱是不是找的那行 让你看看 我那行啊 汽车这方面 基础 你那行 这我服啊 但是找市场 看方向 你得听我的 我说不听你的 关键 用钱地儿太多了 今天了 不多啊 这最多八十万门槛吧 我算了 有个两年 两年 不到两年 肯定回本了 咱家事咱得进一套 你瞧这么大地儿 怎么着不得进那个 最先进的工艺流程啊 就那个 那个叫什么 耐特 爵士 涡旋 泡沫器 我知道了 别说了 我知道了 这多有效率啊 还有那个什么 LOTUS那几套系统 你说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啊 这个我跟你说一开起来 当时你就是副总 咱算要共同投资 有点意思 对不起 我们打烊 越来越漂亮了 你到底是在这儿打工呢 还是给人家当小三啊 你来干吗 赶滚 我是来消费的 给我拿瓶啤酒 我们已经打烊了 你赶紧的 你这儿生意不怎么样啊 这说明 女人不能没有男人 你说要是有我在这儿 帮着吆喝 那生意得多还 我琢磨着 咱们过些日子 把婚付了 咱俩 一块干 到时候 这生意肯定好 你做梦的吧你 说到做梦了 我想起一事了 我问你 你凭什么背着我 把闺女的姓改了 凭什么 凭你不给一分钱的抚养费 你配当爹吗 我们打算跟你断绝关系 你说断就断了 我告诉你 就是闺女不姓马了 将来我姥姥 她也得给我养老 你知道吗 凭什么呀 凭什么 就凭血缘关系和感情 就像我今天来找你复婚 就证明我对你有感情 你知道吗 八蛋 马小鹿你是人吗你 我告诉你陆明月 复婚的事你 同意也得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 要不然 我今儿把这儿砸了 你敢 砸 你砸一个试试 你是谁啊 我跟我媳妇说话 管你屁事 你会说人话吗 你出门之前刷牙了吗 你有素质吗你 我就没素质了 怎么着吧 行 你今儿砸 你敢动我店一指头 我把你腿卸了 你信不信 砸给我看看 陆明月 你记得 你要是不跟我复婚 我变成鬼都颤着你 滚 对不起老板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对不起谁啊 你对不起你自己 明白吗 对待这种男人 你就得见一次 骂一次 骂到他见到你就掉头走 你才能彻底站起来 行了行了 别哭了 你听我的 作为一个女人 你永远不能沦落到 任人宰割的地步 你要给孩子做一个 什么样的榜样啊 人必先自辱 而后人辱之 你要把自己 永远放在强人的位置上 当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 看待生活的时候 你才能彻底摆脱 男人的阴影 记住我的话 要吓个跳呢 干嘛呢 想事呢 饭点到了 肚子饿 我都忘了 那上哪儿蹭饭呢 去你妈家 还是去我妈家啊 上个星期加班 没有去你妈妈那儿 这个星期要补吗 你想去吗 那就去 我想去我妈那儿 去你妈那儿啊 那就去你妈那儿 起来 走了 慢点啊 妈 妈 我一猜吧 我这知道 你们一家三口该来了 所以我早晨出去的时候 买了一冰箱的菜 给你们备着 想你了 我不想你 我只想你肚子里的宝宝 还有我女婿 听什么呢 我想你老老太太 不准叫我老太太 我年轻着呢 我最起码看上去 比你妈年轻的 是 我跟我妈一样嫌老 我妈现在是中青年 这你也太夸张了吧 年纪大是自然规律 关键是心态 心态首先要年轻 这才对 妈 以前你还种点葱啊什么的 现在怎么都改花花草草 那个葱 葱吃光了 葱种它干吗呀 想吃到菜市场买就行了 曼曼 你要是喜欢的话 你捧一捧回家 我才不要呢 我懒得打理 我们家窗台上的两盆 也是你端过去的 真的 爱谁端谁端啊 偷馋的我是不端 两个懒人 我白送给你们 你们不要 不要拉倒我自己 不 我是这么想的 你有一套房 我有一套房 谁拿出来做抵押 其实都不公平 那就索性这样 咱俩把房子都拿出来 共同做抵押 捆在一起 这样总可以了吧 现在缺口也就五六十万 不 我跟你说 我要不是跟我那堂弟有问题 我就端着他跟我一起干 再想想吧 你别磨叽了行不行啊 这机会多难得呀 我问你 我问你信得着吗 合同你看了吗 有毛病吗 这不就完了吗 咱们看那个房子 房租比周围都便宜百分之二十 而且我跟你说过了 我跟人家房东是老相识 我又请人家吃饭 又请人家搓澡 那做生意不就是这样吗 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我的不 抵押房子 还是想办法借的吗 能借来当然好了 你想吧 到哪儿见 你对这个行业了解多少 我觉得这个行业挺适合我的 专业用得上 而且呢是朝阳行业 我觉得挺有前途的 我可不像你这么看 越是朝阳行业 越需要人汤路 再这说了 你投资的不是技术吗 你既然投技术了 干吗还要投那么多钱呢 这真是一机会 说到那明年 我就把本赚回来还给你 我告诉你啊 赔钱的人当初都这么说 再这说了 你这借的又不是毛八分 你一张口就是五六十万 你真是赔了 你拿什么还我呀 姐啊 不是我说你 你真不了解这行业 赔不了 行 就算退一万步说 你赔不了 你让我怎么一下子 就给你变出那么多钱来啊 姐 我知道说这话不好 你不还有几套空上的房子吗 你把它投资给我 我肯定比房子正是快呀 刘波 这要真是个好项目的话 我建议你去问问银行 或者说是风险投资 看他们愿意愿意 把钱借给你 银行那都需要关系 我哪有那关系 我那关系找你干吗呀 对呀 那银行和风险投资 都不肯把钱借给你 你就来坑你姐的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三分钟热度 你回去赶紧洗个凉水澡 冷静冷静 找份靠谱的工作 好好地生活 姐 你打住 你现在根本不具备 做生意的头脑 服务员 买单 先生您好 这儿您 刘波 吃点苹果 她不肯定还要忙 你这儿你再吃得饭 我会好了 吗 你这儿我都把她吃得饭 你做得饭 我这儿就好 那你吃得饭 去 trop 温柔 她吃得饭 现在怎么话也变少了 工作压力大吧 你想 房子 小孩贷款 气度快透不过来了 这么严重啊 我讲得夸张了 人家不也跟我们一样了 人家能逛 我们也能逛 不是 你说实话 你觉得咱们的项目和计划怎么样 我觉着没问题 会打水票的人 应该不 咱俩发小了 你说从小到大我骗过你没有 我又来了 你是不是骗我 喝酒 刘总 上演 这月息五分啊 够高的啊这 我跟道上的兄弟都有认识 这已经算低的了 那我们贷款六十万 每月光利息就挺高的呀 那也跑不了我呀 咱一条线上能骂上 我要不是提前算计好了 我不也找死呢 这事挺大了 咱还是算计算计 你甭算计了 我给你算 借这六十万 加上我父母的二十万 八十万的启动资金 咱把那栋小楼加上所有设备 全部拿下 然后假如 我说假如啊 其实还能再快 假如一个月以后正式开始营业 按计划 每月有六七万的流水 去掉成本 剩下的还高利贷 咱哥俩紧紧手 一年 基本能还钱 这儿写啊 这儿写啊 行了 行了 字你们也签了 下午前就当你们账上了 自己去银行看看吧 好嘞 好嘞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大哥 走 看见了吗 这借贷公司就是这么牛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人家这实力雄厚 这跟风投公司人去 已经快捶了 就这就轻贴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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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伟 姐 我问你 高利贷的钱到了吗 到了 昨天到的 钱呢 钱账上呢 谁账上 张静远啊 为什么钱在她账上 不是 她一直管账 怎 怎么呢 赶紧给她打电话 钱从哪儿来退回哪儿去 赶快 不是 你 你别吓我 你赶紧了 你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关机了 这儿吧 姐 快走 有人吗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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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妈 这不是刘静刘波吗 你们姐弟俩今儿有空啊 进来吧进来吧 不了 大妈 张继伟在吗 继伟啊 出门还没回来呢 去哪儿了 她呀出差了 昨天早的 大 大妈 她不是说回家睡觉吗 没有 出差了 昨天早的 我去那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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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没回来呢 廖公 廖公 你們早安 你 你先出去吧 好 刘波是吧 記得吧誰簽的字 不光有我還有張紀偉 張紀偉跑了現在只有找你了 張紀偉是跑了 但是你就別跑了 再說你不是他有賣房的嗎 不是他他有房底壓 他有個屁 我告訴你我們查過了 張紀偉那房產證是假的 你那個才是貨真價實的 他他那房房是假的 那那高麗袋是他借的 我就是從屬的我 那我們不管從不從屬 我們就按上面的簽字 你要是沒錢呢 就趕緊騰房 給你一個星期時間 搬得完吧 不是你 真真我是我是被騙的 你們不能這麼幹 偉蛋 不是你倆和我騙我老大的錢哪 你裝什麼三孫子呀 我沒裝我是真的我 行行行行行 跟我們說沒用 誰騙的你找誰去 錢是你們拿走的吧 一個星期之後 我們收回 六伯 我告訴你 我今天就是來給你提個醒 你要是不還房的話 別說我對你不客氣 好 別碰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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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走啊 那么着急啊 那个 有西瓜 我 我给你们去拿西瓜啊 走吧 咱回家 过会儿等雨停了吧 走吧 我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 刘伯 没什么事 妈 我就是怕太晚了 我得慢慢回去了 走 那打着伞 那个那个叫出租车 来 妈 妈 放心点 你说外面雨大的呀 慢点 慢点啊 妈 放心吧 慢点 慢点 妈 走了 妈 慢点啊 当心点儿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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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 你怎么走啊 出了一件事 我必须要处理 你一定要听我安排 什么事啊 什么事 你说呀 我们离婚吗 我们离婚吗 说什么啊 我被人骗了她 我拿我们的房子做抵押 跟人借了高利贷 张建伟卷钱跑了 怎么 怎么会这样呢 现在为了保住房子 为了你和孩子 我们离婚 房子给你 明天要不然你去办理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商量呢 我迷糊了 我也是一只糊涂我 其实我是为了生活 为了事业 为了我们的家庭 你有孩子 我怕你担心 我不离 为什么要离呀 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 去还债呢 我们可以想办法 我们可以想办法 我现在就去借钱 跟能借借的朋友去借钱 你说到哪儿找六十万呢 我一个人闯个祸 我一个人同胆 来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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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傻呀你啊 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 我做错了什么 你要跟我离婚啊 慢慢我是为你好 慢慢 你为我好什么好啊 你买不起房子我没怪你 你工作定了 我说过你一句吗 我的孩子都要深了 你要跟我离婚啊 慢慢 我真是悲惧了 你知不知道 让回家就好了 我不离呀 我就是不离 你别管我 你走开 你走开 慢慢 怎么回事啊 慢慢 怎么回事啊 慢慢 怎么凌晨这样 慢慢 你怎么了 慢慢 你坐下来 慢慢 你坐下来 慢慢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凌晨这个样子 怎么回事啊 慢慢 你跟我说话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曼曼 怎么回事 刘波 你站起来 怎么回事 帮我闯祸 我必须跟曼曼离婚 你帮我劝劝她 你把房子给离开掉 你让她们母子俩怎么办呢 对不起 妈 都如果不好 我 对不起曼曼 我对不起曼曼 曼曼 曼曼 离吧 现在离啊 将来还有夫婚的机会 如果现在要是不离的话 那你们辛辛苦苦 撑来的这套房子 就白白地给人家抢走了 你这样不仅害了刘波 也害了你自己知道吗 不离 我不离 老婆 不是真离婚 是假离婚 我不离 我就是不离 不离婚 曼曼 但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你知道吗 你只有保住这套房子啊 不离婚 妈 那刘波以后把事情处理完了 你俩在复婚 我就是这意思 曼曼 那结 结婚状不就是一行日吗 那结婚状不就是一行日吗 我真的不离了 你听妈跟你讲 你只要记住一点 你离婚不是为了你 也不是为了刘波 是为了你肚子里面的孩子 你知道吗 你说这套房子 只几百万 哪个进哪个中 你自己应该算得出来 房子给人家抢走了 以后你跟刘波 带着孩子 孤苦伶伶地 在你婆婆家里面挤 或者在我那儿挤 你那日子你能过吗 马上对了 爹儿 您好失离了 这房子现在算在你跟孩子的头上 你给刘波一点时间 让他把那个高利贷的事情处理完了以后 把片子抓到了 你们再去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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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这意思 刘波 刘波 当初曼曼跟你的时候我不同意 她非要说爱你 我希望你 你别让我们娘曼曼失望 你答应我行吗 你答应我行吗 为什么离啊 为什么离啊 感情不和 感情不和 感情不和也不能离啊 妇女在润妻 普入期内 你是没有权利提出离婚的 她非跟我离 姑娘 你可想好啊 这个时候啊 能不离就不离 不离她要对不起你 你还可以去法院告她 要是离了 就不能回头了 要不 我找个人单独和你聊聊 这婚姻大事 是 别打儿媳 离 我要离 来了来了 离了吧 您好好的 你 Isn't that happy 嫩嫩 你好好的 别哭了 到妈呢 我妈陪着你 快 許可广 你自己不会 您好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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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